后面那一段 把那个很漂亮的容阔 这个面包 很漂亮的这个画面 罗马的画面慢慢的消失 越来越遥远的样子 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女作曲家 叫做Fanny Hanzer Fanny Hanzer 有没有印象 如果说翻译Menderson Menderson 就知道了 她就是Felix Menderson的姐姐 她出生是1805年 那时候汉堡被法国军被拿破仑占领了 他们后来就因为被那个法国军欺负了 就跑到柏林去了 就在那边定居 他们那时候 犹太人家里 常常受到别人的歧视 所以他们 政治也不能搞 大的 在社会里面 拿不到什么地位 所以有一个可能就是文化 文化活动 所以他们小孩子 那个姐姐跟他弟弟啊 音乐教育都很好 非常好 他们家庭背景本来就文化的水准很高 有哲学家 有钢琴家 有艺术家都有 所以他们有一个梦想 尤其姐姐 她要做一个伟大的作曲家 那结果家里不太赞同 他们觉得你这个当爱好可以啊 当职业不行 所以他们家里因为很有钱 在社会就是很有名 就是因为那些艺术的影响 就当做一个文化的焦点 大概有名的这个读作家 艺术家都会去他们家拜访 如果经过柏林的话 都会去那么 他们住的房子 好像宫廷一样很大 所以他们说 我们做一个举行一个家庭音乐会 请三百个人 也不多 所以那时候家庭音乐会 都是凡你举行的 都是在组织 不管是钢琴伴奏 钢琴读奏啊 自己的自己的创作啊 或者是指挥 他都会 搞了十几年 二十多年都有了 但是在 在社会里面 好像 比较大家都不知道他 后来他就嫁给一个艺术家 一个画家 他很支持他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 因为很喜欢很爱他 所以非常值得啊 一个艺术家 好像一生当中 一定要跑一趟意大利 意大利对我们来说 好像是一个大的博物馆 它什么都有啊 名胜古迹 你到任何地方都看到名胜古迹 或者是画廊啊 或者是很漂亮的风景都有啊 所以去意大利也等于是一个朝圣 他们去意大利的时候 翻译 就受到别人的承赞 哦 他那个时候 真的是好像 又重新生活一样 碰到很多 做曲家 尤其法国人 还有艺术家 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很多钢琴的曲子都会背 弹给他们听 觉得哦 这些曲子 贝多芬啊 巴哈的 我们都没听过 怎么那么好 怎么那么好听 你怎么那么会弹 所以那时候 他生活非常非常的快乐 就是因为 在家里啊 比较没有受到重视 所以觉得这个意大利 应该是他居住的地方 那后来 要离开的时候 很难过 非常的难受 所以他写了一首 钢琴的曲子叫做 罗马的告别 我想今天 弹这首曲子 让你们听听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间还有一段 比较快乐的样子 好像在跳舞 消除那些烦恼 可能是想到 以前快乐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听那个主题啊 出现了好几次 整个曲子大概就是二十次 就是这个 那就表示 离开就很痛苦 好像 不要走 我不想走 那种感觉 这个曲子就是表现 他就是很不愿意离开罗马 那个可爱的城市 下面后面那一段 把那个很漂亮的荣库 这个面包 很漂亮的这个画面 罗马的画面 慢慢地消失 越来越遥远的样子 最后一个音 就是一个阿 就像罗马 我把后面那段弹给你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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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的曲子很多 四百五十首 两百五十就是 钢琴伴奏的歌曲 艺术歌 还有很多钢琴的曲子 还有室内乐 合唱的曲子 但是到现在出版的那个部分 很少很少 他四十二年的时候 才出版了几首 他现在鼓励他 终于他家里人也同意 没有想到 第二年就去世了 中风 如果他没有坚持 如果他现在就没有支持他 我们可能 现在不知道他 所以现在我们在等待 还有很多曲子要出版了 所以你们要实现你们的梦想 不要等 赶快试想 我们在等待 感谢观看